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分享君子兰 在我们养护君子兰的过程中 浇水是必不可守 甚至把水浇好了就是事半功倍了 浇水不当就很容易使君子兰出现问题 那么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 当我们的君子兰处于在四种情况下 就不要给它浇水 第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给君子兰使用页面肥 也就是像这种磷酸二青甲 给它喷湿的时候 就不要马上给它浇水 或者是给它喷洒一些杀菌药 像这种带生猛心的时候 就不要马上给它浇水 等到第二天再给它回一次清水 这样的话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第二种情况就是在冬季的时候 基本上花油都会把君子兰搬回到室内 如果温度高于28度 或者是低于5度的时候 也不要给它浇水 因为温度过高 给它浇水的话 很容易使这个根系烫伤 温度过低给它浇水的话 就会导致出现冻害的现象 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的君子兰叶片 染上病了或者是有伤口的时候就不要给它浇水 因为这时给它浇水的话很容易引起互相感染的情况发生 第四点就是当伤口没有愈合的时候不要给它浇水 因为有时候花油给君子兰脱盆的时候都会经过给它修剪一些烂根或者是空根 等到伤口愈合之后再给它重新上盆 如果直接给它上盆的话 这个伤口还没完全愈合 在这种情况上尽量不要给它浇水 当我们给它修剪之后 经过亮根把伤口完全愈合了 给它栽种 这时也是可以给它浇水的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当我们养殖君子兰 在这四种情况下尽量不要给它浇水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